打了打了这几天已经开打了 我们讲到巴以冲突的时候 讲到了伊朗不会出事 伊朗通过外线作战的形式 用驱小队县大队民兵组织 长期的拖住以色列 那么主战场设在哪里来 我早在上个月8月25号就发布了这个视频 标题是准备打仗了 交战双方都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我把它放大 主战场设在黎巴勒 看到吗 主战场设在黎巴勒 看一下这个时间 上个月8月25号发的视频 到今天9月23号 经央视官方媒体的证实 以色列空军袭击了黎巴勒多地 以至275人死亡 1024人受伤 也就是说 以色列这只鱼儿终于要上钩了 同时以色列国防部宣布 在黎巴勒真主党境内 袭击了800多个目标 袭击了黎巴勒的贝卡国地 当然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地区 以色列的阿卡海法 早就遭到了黎巴勒的袭击 这场战争很多人看不懂 假设伊朗让黎巴勒真主党打以色列 如果你是黎巴勒真主党 你会那么听伊朗的话吗 打仗是要死人的 以色列的空军 以色列的情报组织 以色列的坦克部队 本身就很厉害 再加上在地中海 有美军的支持 如果你是黎巴勒真主党 你凭什么为伊朗卖命呢 整个中东地区 各路武装 各路英雄豪杰 都在叫找支持加萨 支持巴勒斯坦 请问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 那只是一个旗号 大家主动参与这场战争 一定是有原因的 请看 这是黎巴勒的地图 整个黎巴勒表面上是一个国家 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分裂的国家 这种蓝色的叫伊斯兰什叶派 这种淡蓝色的叫伊斯兰德鲁士派 这种红色的叫基督教马龙派 这种黄点的黄点的叫基督教希腊东正派 这里面还有伊斯兰逊尼派 还有伊斯兰阿拉维派 还有天主派等等等等 直到目前为止 黎巴勒这个国家还没有总统 表面上是一个国家 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组织 大家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目前最强大的一支力量 就是黎巴勒真主党 也就是这种颜色和这种颜色 他们的武装力量最强大 他们是伊斯兰逊尼派 也就是亲伊朗的虚拟派 他们叫黎巴勒真主党 真主党要靠自己的力量打内战 搞国内的统一 是实现不了的 屠杀国内的自己同胞 那是犯罪 所以黎巴勒真主党一直在做一件事 不断的打以色列 不断的炮轰以色列 这叫为国而战 因为以色列北部的领土 原来是黎巴勒的 一个国家的一支军队 去夺回国家的土地 国内的各派别都没有意见 而且黎巴勒真主党赢得国内的名声 大量的人加入黎巴勒真主党 这样黎巴勒真主党可以实现 不用打国内革命战争 只要去夺回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勒的土地 和以色列开战 最好是引诱以色列的军队 入侵黎巴勒 整个黎巴勒各自力量 都必须服从真主党的指挥 否则就是汉奸卖国责 这样黎巴勒真主党 就可以实现黎巴勒国家的统一 我们来看这幅图 如果以色列想入侵黎巴勒 它面临的是什么呢 我这条红线是山峰 我这条紫色的线是山谷 我这条边线是垂直落差比较大的海边 黎巴勒是整个中东国家 唯一没有沙漠的国家 它有小巴黎之称 以色列想北伐 以色列为了报复黎巴勒 入侵黎巴勒 这里面全是高山 山里挖的都是地洞 都是隧道 四通八达 面积比加沙地带大多了 隧道比加沙的隧道深多了 它是成建制的军队 加沙的哈马斯 在黎巴勒真主党面前 真的只能算游击队 所以以色列轰炸黎巴勒 只能轰炸黎巴勒首都贝鲁特 除了这个贝鲁特之外 其他的地方轰炸 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全是大山 而且是高山 黎巴勒最希望的是 诱敌深入 以色列地面部队 以色列的坦克 能够开进黎巴勒的山谷 为什么黎巴勒真主党 一直在打以色列北部 就是想引诱以色列 进入黎巴勒 然后将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消灭 以色列从去年到如今 一个加沙地带 都把以色列拖住了 所以以色列一直下不了决心 进攻黎巴勒 以色列下不了决心 黎巴勒会放过他吗 是黎巴勒要打 只有打以色列 才能得到伊朗的援助 只有打以色列 黎巴勒国家 才能实现统一 所以打仗记住 不是说你让他打 他就会打的 而是因为他要打 他没得选择 他必须打 这个时候你再支持他 他就打了 他要感谢你 所以黎巴勒和以色列之间是 双方你炸你的 我炸我的 而以色列又轰炸了加沙 轰炸了拉法地区 大规模的入侵巴勒斯坦 所以整个中东的各自武装 全部统一的旗子是 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黎巴勒在国际舆论上 站在正义的一边 以色列瑞塔尼亚弗说 他们对珍珠党发动了 一系列从未想象过的打击 轰炸黎巴勒斯坦的贝鲁特 以色列决心把北方的居民 安全带回他们的家园 这话是啥意思呢 就是黎巴勒斯坦 一直在轰炸以色列的北方 几乎没停过 那以色列的北部老百姓 当然跑完 全部逃离家园 请问瑞塔尼亚弗他说这个话 让逃离北方的老百姓 回到北方的家园 请问能实现吗 实现不了 因为黎巴勒斯坦的目标 没有实现 黎巴勒斯坦要夺回黎巴勒斯坦南部 以色列占领的他们的土地 通过夺回土地的过程 实现黎巴勒斯坦内部的统计 只要黎巴勒斯坦的土地没有夺回来 黎巴勒斯坦就会一直在它 以色列要想保住以色列北部地区 以色列唯一的一个方法 只能出动地面部队 入侵黎巴勒斯坦 这是名牌 无解 双方都必须要通过实力来解决 没有第二条道路 和谈不了的 这是死劫 必须要打 黎巴勒斯坦的二号人物卡西姆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黎巴勒斯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理解的是 黎巴勒斯坦现在可以打不对称战争 黎巴勒斯坦有导弹了 黎巴勒斯坦有没良心炮了 黎巴勒斯坦的炮弹从来没有像如今这么多部 还有黎巴勒斯坦的无人机 因为伊朗不可能亲自参战 既然黎巴勒斯坦有意愿打这场仗 当然将主战场射在黎巴勒 给黎巴勒斯坦提供充足的炮弹 前段时间黎巴勒斯坦放出来两个视频 一个是黎巴勒斯坦的无人机 已经把以色列北部的军事驻地 军事设施和海法港等 全部排得一清二楚 黎巴勒斯坦放出第二个视频就是 黎巴勒斯坦的大三里是挖空的 里面是可以开汽车的 还有黎巴勒斯坦的导弹部队 这就表明黎巴勒斯坦是告诉以色列 看得清能定位 打得准 炮弹够 办法多 黎巴勒斯坦先打以色列北部边境 以色列还不动是吧 黎巴勒斯坦继续往前推进 以色列还不动是吧 黎巴勒斯坦打海法港 如果以色列再不动 黎巴勒斯坦的导弹 就会飞到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 那以色列打不打吗 所以以色列到了目前九月份 不打不行了 再不触动地面部队 黎巴勒斯坦的导弹就要打到特拉维夫了 所以黎巴勒斯坦继续党二号人物卡西姆说 不管加沙战争要打多长时间 其实就是表明决心 以加沙为幌子 黎巴勒斯坦继续党一定会长期打下去 一直打到收复黎巴勒斯坦续的土地 实现黎巴勒斯坦续内部的真正统一 黎巴勒斯坦续党将这一场战争叫做开放式清算之战 支持加沙行动将会扩大 黎巴勒斯坦续党已经准备好面对所有的情况 所以黎巴勒斯坦续党 炸完财法特 炸阿卡 炸完加利利炸海法 以色列也炸 重点炸黎巴勒斯坦续党贝鲁特 请问这场战争能调停吗 调停不了 所以我们中国的官网9月23号就公布了一条消息 再次提醒在黎巴勒斯坦续党国公民 达乘张叶班机尽快回国或离境 我们国家通知撤离了 同时美国他也通知撤离 美国国务院9月21日发布了四级旅行声明 由于黎巴勒斯坦续党和以色列的持续冲突难以预测 以及黎巴勒斯坦续各地包括贝鲁特发生的爆炸 美国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在商业航班忍可以使用的情况下 离开黎巴勒斯坦续党两个大国都通知自己国家的人撤离 说明一场大战一触几发 从地上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在这里 他的海法在这里 北部边境采法特阿卡加利利到海法 这一片都在黎巴勒斯坦续的打击范围内 黎巴勒斯坦续的导弹随时都可以飞越到这个北部地区 黎巴勒斯坦续的导弹甚至可以直飞特拉维夫 请问以色列有众生吗 以色列没有众生 从目前轰炸来看 最后的结局 请问谁吃亏 当然是以色列要吃大亏 黎巴勒斯坦续党已经准备好了迎战 就等以色列的坦克装甲车进入黎巴勒斯坦续 那一进去就是包饺子 整个中东国家的老大沙特 他是什么态度呢 沙特从国家战略上说 他已经早就铁了心了 所以小沙勒曼公开的说 不建立巴勒斯坦国 沙特就不承认以色列 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的意思 所以9月23日 以色列已经给黎巴勒斯坦续造成了1000多人的伤亡 当前直接死亡275人 1024人受伤 这是自2006年 以色列轰炸黎巴勒斯坦续以来 最大一次规模的轰炸 接下来就是黎巴勒斯坦续的轰炸海法 轰炸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 实际上这场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开打 接下来大家即将看到的就是 以色列大量的坦克 大量的装甲车 大量的运兵车 最少三到五个旅的兵力 进入黎巴勒斯坦续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作为军事外行 以上分析不一定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将你右边的红色加号点消失 下一集我发视频的时候 时间收到我讲的故事